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后山皮的附近 最有名的就是砖窑场 以前台北人要买砖 就会到南港来买 但是因为砖窑场会带来大量的废气 以前这一带的天空总是灰灰的 所以南港又被称为黑箱 现在在南港路上的松山砖场附近 仔细找一找 我们还能够看见当初砖窑场所留下来的烟囱 小朋友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后山皮 现在的后山皮因为靠近信义区 加上有后山皮捷运站 南港运动中心 以及六万多坪的南港公园 景观已经焕然一新了 现在老师为同学们介绍东心皮 因为本区块是后山皮东边 所开发出来的庄头 所以称为东心皮 又称为新庄子皮 此区块是南港区发展较晚的地方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 现在台湾最大的轮胎公司 南港轮胎公司 在以前是此区中众多工厂里面最早发展的工业之一 现在的工厂已经迁移了 留下一大片的空地 等待开发 在民国75年的时候 中国电视公司搬到了南港的重阳路上 接着东森电视台也进驻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南港的重阳路上新建的崭新大楼 使得此区的市容看起来很现代化 另外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南港分局 以及推广原住民事务的北原会馆 也都在这个区域当中 老师我有个疑问 山猪窟的由来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请您解释一下 好的 有关于山猪窟的由来呢 相传呢 以前在这里呢 有山猪出没 所以呢叫做山猪窟 后来呢 变成是台北市最大的垃圾掩埋场 现在的山猪窟啊 已经改名叫做山水绿生态公园 这里面呢 可以提供我们台北市民呢 一个休憩的场所 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用回收的宝特瓶 做成的一个装饰墙面 要提醒小朋友 要做好环保的工作 哦 对了 另外再跟小朋友介绍 在南港旧庄的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单位 中央研究院呢 我们呢 沿着研究院路走 过了研究院 还有四分子庄 与后山庄哦 现在啊 后山庄的登山步道 是很多践行爬山的好地方 老师 请问南港区的区界是怎么划分的呢 好的 有关于南港区区界的划分如下 东边呢 以西指区为界 南边呢 以文山区及新北市的深坑区石定区为界 西边 西边以松山区及信义区为界 北边以基隆河中心线与内湖区为界 这样子你了解了吗 老师 请问南港区的面积有多大呢 好的 南港区的面积呢 有21.8424平方公里 面积排台北市行政区中的第五大哦 接下来 老师要介绍南港区的地理环境 与传统的产业 南港区几乎有三分之二是丘陵 丘陵高度约在400公尺 分布在南港区的南半部 因为南港区的丘陵气候温润潮湿 加上位于中海拔的地区的高度 所以呢 在200多年前的清朝乾隆时期 南港区的茶叶与张老 可以说是台湾重要的一个出口的地区呢 介绍完了南半部之后 那么南港区的北半部的出产的作物有哪一些呢 北半部的平原区就种植了稻米 番薯以及竹笋等作物 小朋友还记得前面我们提到中央研究院的后山庄吗 这里早期呢 是南港区的矿坑 所以呢 在后山庄里面新建了许多的矿工的宿舍 形成一个聚落 在以前农民农闲的时候 还会拨空到矿坑去采矿 以贴补家用 南港区的这些传统的产业 包括茶叶 张老 以及矿业 后来呢 因为年轻一代慢慢外出工作 于是传统的产业就慢慢的没落了 老师 请问南港区的交通有什么特色呢 接下来 老师带同学来认识南港的主要的交通 南港的主要交通呢 早期是南港路 后来南港路不够使用的时候呢 就新建了中校东路 于是呢 中校东路就可以沿着研究院路 直接到中央研究院 除此之外呢 南港还有南港火车站 以及南港的捷运站 这两个主要的交通 另外呢 福尔摩沙公路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北二高 也在这里经过 另外还有一条环东大道 是沿着基隆河 一直贯穿南港的东边跟西边 以上呢就是南港的主要的交通 南港车站因为政府的VOT案 采多元化经营 像CityLink百货除了不只是南港地区第一间百货公司 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车站购物商城哦 这张是台北捷运图 由这里可以看出在南港区设有五个捷运站 这使南港区的交通更加便利 这五个捷运站分别是板南县的后山皮 昆阳站 南港站 还有南港展览馆站 南港展览馆站 可是板南县和文湖县的转接站哦 最后是南港软体园区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完了第二部影片 是不是对南港区有进一步的了解了呢 欢迎小朋友继续观赏其他影片哦 请不吝点赏